- 蘇貞昌現在成為蔡英文的團隊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放言就以不溫不火 創造話題幸好有他 這個他人是蘇貞昌 他說民黨政策的主要戰力現在成為電火球嗎 當然這一集當中我們回到要來看的是一個畫面 剛剛進廣告之前讓大家看到的 行政長蘇貞昌來到新北市 那麼大家就說這個爸爸是院長女兒是立委 那麼爸爸女兒一起來新北市來參觀現場的這個新北的板心通水的過程 當然是大家的焦點 但是有一位柯智恩更是搶進了風頭 為什麼黏掉掉咧 再怎麼野蠻怎麼把人家女兒都擠到旁邊去了呢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帶你來看 聽到韓國瑜三個字 柯智恩尷尬吐舍 比蘇貞昌的話還要引人注意 這比愛河水還要剛低的供應翡翠水 這些都是誇了四個立委的選區 除了志意甘甘 蘇貞昌婦女同台也備受關注 沒想到柯智恩積極度更高 銅框卡得更緊 蘇貞昌特別點名柯智恩懂得做人情 這次蘇家婦女同台雖然中間隔了一個人 但供應翡翠水可是讓蘇小惠大大加分 蘇貞昌自己沒要選但政績大方送個不停幫自家人拉票最好用 過去新北市民喝的是石門水庫的水 匪水水庫專攻台北市 這下新北市民不再當二等公民 幫民進黨立委基站選區大大加分 雖然常美在公務行程拉票 但政策會說話 蘇小惠笑得很開 國民黨立委笑得更開 借點空間曝個光 三令新聞 葛子剛 陳教育新聞報告 好 帶大家再來看這個畫面 其實我們的攝影咖得太近了 如果把這個攝影的鏡頭再往外拉 就會發現蘇小惠其實被擠到後頭去了 因為柯知恩很早就在麥克風前面站好定點了 如果透過攝影鏡頭的畫面 我們來看我旁邊這一張圖 就呈現是這樣子 這其實昨天第一時間 蠻多網友寄來給我的 就是說你看綠營的綠營的 其實選區裡面的羅政政委員在這裡 其實也在斜後方 巧慧更是被擠到旁邊去了 柯知恩委員說實話還蠻懂的 鏡頭政治學的 我們現場博文議員 應該很了解這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昨天也在現場 因為那個是一個很重大的政策 那我昨天在現場 那因為我們去現場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幾位立委候選人 參選人都已經在現場 因為我們沒有選議 我們就沒有去跟人家擠那個鏡頭 那大家當然是要選舉的立委 大家都希望往前站 那為什麼柯知恩他雖然是國民黨 他也往前站 因為他知道這個是一個政策的一個大力多 而且真正落實下去是不容易的 我簡單這樣講 這個翡翠水是新北市民很多人都想要喝的 有大部分地區都已經完成 可是在這個樹林 三峽跟鷹哥這個地方 還有我們板橋西昆地區 因為還沒有接管完成 所以沒有辦法這個使用 那13年來 又要克服種種的困難 那終於在這個昨天正式那個福州 這個家站已經完成之後 正式這個水可以接通 所以說我們現在開始有翡翠水可以喝 那翡翠水好在哪裡 因為他進建 而且他那個水源保護區保護得很好 所以這個新北人都喜歡飲這個翡翠水 他又不用說從石門水庫這邊 這個引流過來 所以這是大家共同的一個期待 那昨天終於完成了 完成了怎麼辦 當然大家想要去搶那個鏡頭 大家想要去搶那個功勞 我們過去在新北市會議長期質詢這個議題 中央地方大家都希望解決這個議題 那所以昨天這個蘇仁昌院長 他又親自到那邊 他去那邊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水是最公平的 因為水平嘛 對 水也不分藍綠 所以其實現在正在場 不管藍綠的這樣的一個立委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說 面對這樣的一個政策利多 你說這個行政院有沒有做事情 當然有做事情 如果行政院沒有做事情 怎麼有辦法去解決這個 13年來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然後昨天這個假設今天昨天那個政策 或者昨天那樣的一個利多 這個對這個是負面的話 可是自然不會擠到那麼前面去 所以顯然大家都想要搶那樣的光環 搶那個鏡頭 所以我昨天在現場看到 哇 已經已經擠成這樣子了 所以我們就不再去那邊抽熱鬧 因為我們這次也沒有選機 不然的話以我的這個身材 我站到第三排 鏡頭還是照得到我 所以我不用去跟人家搶鏡頭 你應該幫蘇巧惠卡一下 但是我就覺得說 你應該幫一下巧惠啊 巧惠他其實站在那個 他其實原本應該是站在這個 蘇院長後面 而且其實他也真的是在地 爭取的這個立委之一 那可是這個柯智恩委員他就 那是鏡頭語言 卡位卡人 我想國文資深媒體人出來 一定也知道 這代表了什麼意涵 就是某種程度他也是認證 而且肯定 然後才會站在一起嘛 對不對 那當然 那這是不是也象徵了新北的選情 跟之前那時候新北的 國民黨的主委所講的不太一樣 現在開始也是有一點點 不然為什麼要蹭得那麼低 現在的新北立委的選情 你如果跟半年前比 那是已經天差地別了 坦白講你如果半年前或更早之前 你問我說新北的立委選情怎麼樣 確實是不樂觀 可是現在不一樣啦 現在我覺得就是說 很多地方真的是打到 我可以說是緊繃 但是我們幾乎都 現任的 幾乎都很有機會可以繼續 可以繼續做 這是樂觀的 樂觀的 但是不能大意 選情是緊繃的 選情確實是緊繃 絕對不能大意 但是相較於半年之前 那個是樂觀很多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我們其實就是按部就班 一直在推動政策 我就講 你過去 以前你怎麼會看到 你現在 我們現在一大早起來 接的那個早安圖 我們都會接到很多早安圖 其實很多早安圖 大概就是 我們覺得 這個長輩有想到我們 我們也很開心 我們也給他按個回應 可是最有趣的是 你看行政團隊現在每天的早安圖 都很有意思 他如果說 這個沒有創意的話 他至少也是新的政策 那如果他覺得這個 例如說 這個新的政策 假設每天推動的過程中 他也會用很有趣的包裝 讓你知道說 行政團隊做了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宣傳效果 相較於過去 過去我們是悶著頭做 沒有人知道 現在是大家很清楚 咱行政院會做啥 昨天我們這個開通了這個 所謂的板星二旗的這個供水計劃 讓民眾很確實的了解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覺得立委的選情 相較於過去 之前的半年前 我覺得是好很多 樂觀很多 其實蘇貞昌在今天 他的LINE的這個 官方網站上面也講 他說這個 昨天的這個板星 二旗通水工程呢 是他13年前的時候所提出來 到了今天 終於推動完成 當然他覺得很開心 那麼這是不是也感覺到 從國民黨的委員 不惜就要蹭到旁邊 剛剛我們這個 前進行台灣大家都知道 在Live上面也有YouTube直播嘛 那個聊天室 有一個網友就直接寫給我說 楚音音 那要不要問一下 柯智恩會不會被開除黨籍啊 你現在一直講他 會不會害到他 因為大家記得嘛 當時站在蔡英文旁邊的 這個 這個什麼 新北的這位 陳紅茶 陳紅茶 就被開除黨籍了 所以柯智恩現在要小心一點 然後真的不能黏太緊 但是我們好好來看一下 新北的選情 幾個選區 來 第一個選區是 淡水 現在民黨的呂孫林是現任 但是國民黨的侯孟凱 還有這個 無黨籍陳昭宏 還有時代力量 這位張恒航也出來 是位律師 好 第二選區是林淑芬 對上國民黨的議員黃桂蘭 那麼第三選區是余天 那麼現在民眾黨也出現了挑戰者 那麼還有這個無黨籍 也有挑戰 所以還有三個人 來跟他對戰 第四選區呢 我們來看到的是 吳秉睿現任委員 對上的是新北的議員陳明毅 那麼在櫻歌樹林的部分呢 是剛剛我們講的蘇巧惠 這個爸爸被人家擠到旁邊去了 的蘇巧惠 對上的是國民黨的前立委黃志壽 那麼在板橋另外一個選區是張宏路 對上的是新北議員林國春 第七選區裡頭 就是剛剛這個羅志正 柯紫恩兩個人拼得很凶 而這一位民眾黨 這個王陸紅人也出來參議咖 接下來是中和的部分就是 現任立委張永昌民進黨籍 現任委員對上民進黨籍的張明佑 那麼再來就是 昨天有上我們節目的 賴平瑜要來挑戰的是李永平 但是現任的委員是黃國昌 他不選了 他要讓給他的子弟兵來派人 好這十二個選區當中 我一一以示公平我都念完了 但是年華你怎麼來看 一定有激戰區 新北上一屆 我們平常心講 民進黨選的是超乎預期的好 因為總共十二席拿下了九席 剛剛念到的一直都是 民進黨籍民進黨籍民進黨限任 然後黃國昌拿下系子那一席 所以加起來就是十席 國民黨只拿到最藍的 永和跟新店這兩個區 那原本如同剛剛博文講的 你如果在半年前你去問說 新北十二個選區 民進黨會剩幾席 大概很多人會跟你講說 能保住一半就很不錯的 甚至更悲觀的說 可能剩下四席到五席都不一定 那如果從現在來看的話 我也不敢講樂觀 但是至少 新北除了大概一到兩個選區 目前民進黨候選人 是比較穩定領先以外 其他的都從原本可能落後到現在 可能拉平甚至些微的領先 譬如說像這個 我們就從第一選區講起 淡水這個 呂孫林這個選區 這個選區博文也很清楚 因為他在那邊也選過 呂孫林這個選區 他也平常在立法院呢 我問過很多立委 他其實很認真在開會 但是可能在媒體上 曝光的機會比較少 所以很多人對他可能印象不深 那加上這是洪孟凱的強烈的挑戰 因為洪孟凱 媽媽是郭樹春 以前是這個國民黨的 算是也是重量級的立委 而且之前他上了不少政論節目 對對對 這個知名度也是真的蠻高的 對 知名度很高 所以這一局其實真的 是激戰 然後再加上時代力量的提名 我不好意思說他攪局啦 但是因為他總是跟民進黨票員 總是重疊嘛 所以這個選區大概 會選得非常的辛苦 那讓可能讓很多人 最意外的是兩個選區 一個是吳其明那個選區 吳其明那個選區 本來是說可能對國民黨 林青節是一對一苦戰 對 但是又後來殺出一個李靖穎 因為李靖穎是李嘉靖的公子 李嘉靖在那個選區是有實力的 所以現在相對可能 感覺到吳其明有一點點 稍微可以鬆那麼一點點 一口氣 那三重的選區正好相反 傳統大家覺得三重 這個綠大於藍嘛 但是因為李宇典的女兒參選 代表民眾黨參選 所以于天面臨非常強烈的挑戰 所以也不要以為三重委員 那三重是很危險 三重真的要大家要加把 因為李宇典家族在三重的基層經營非常久 他是在三重有實力的政治 所以說如果就你這樣講起來的話 民進黨的危機都是出現在 比如說民眾黨有派人出來 對 或者是時代力量 你這個有可能就是拚到民進黨的票的 對 所以到最後我覺得到選戰最後的關頭 我目前看起來 民進黨中央對於立委的選舉 照理說立委選舉這一盤應該是黨中央要負責 就民進黨中央目前整個感覺上 對於立委輔選的大戰略我還看不到 現在就是各自的立委各自在各選區單兵作戰 這不像以前我所知道的民進黨 以前民進黨的立委選舉 他一定是全國有一個共同的主軸 然後整個大戰略 然後最後再慢慢去細分 就領先選區 五五波的選區 落後的選區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黨中央再加把勁 另外就是說 你到選戰的最後階段 你恐怕還是得訴求 就是因為立委單一選區就只有一席 你最後還是得訴求要選票集中 但是選票集中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你比如說以 以這個三重這一句來講 你余天跟這個李余天的女兒 你一定要保持一定程度的領先 甚至你要領先國民黨候選人 你才能呼籲支持者把選票 把民眾黨的票給余天嘛 要不然你就反過來之後 人家會去給別人 就不會給你余天了 他的選民很奇怪 就是說他在選擇的時候 他想要投票給那個會上的 他不希望他自己這一票是廢票 我這票有動選比較有民主啊 所以這個最後 這是到最後階段 但是現階段 我覺得整個議題要夠明確 其實有一個題目 我覺得民進黨的立委 其實可以好好去發 因為說實在 平常去講 區域選舉的立委 最後整體還是跟總統的聲勢有關 上一屆民進黨為什麼選得都好 是因為總統的聲勢很好 那現在看起來 到目前為止 小英的聲勢 還沒有辦法加持到區域立委 慢慢有 但是感覺沒有那麼明顯 那這個之間兩邊怎麼去做一個整合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各選區的立委候選人 你們可以去試著問你們同選區的立委候選人 請問你們支持覺得韓國瑜用王叉蛋跟爸爸用嫖妓來形容兩岸關係請問你們同意嗎 你覺得這個說法好嗎 你要主動 要主動 主動出擊 因為我們看到的馬韓國瑜討厭度這麼高 被不信任度或是被不喜歡 怕他選上度那麼高 你要加深選民那個印象 就是你投給國民黨立委 就是支持韓國瑜嘛 你至少國民黨立委 記不記得上次選舉的時候 票投某某某就是支持馬英九 不是到處不挑到處在掛嗎 大家走到不死 還有國民黨的候選人 因為這樣子而去告對手說意圖使人不當選 對 等於馬英九有什麼好丟臉的 就他就會產生這種矛盾 但是現在這個效果還沒有發酵 另外一個我覺得政績的宣傳很重要 其實這個要靠立委候選人 你們要很勇敢去講 比如說除以你剛剛那個襲擊 那個台灣跟日本的有機農業認證的互相承認 對 這件事情從2015年開始做 就是前總統嘛 政府時代就開始做 但是中間卡關 為什麼卡關 因為日本政府對於台灣的 有機農業的認證的標準 因為當時我們沒有法律 就是你到底的有機農業的定義 到底是什麼 你怎麼來的 你怎麼認證的 所以在今年5月立法院三讀 通過一個法律叫 有機農業促進法 說出來這個法律 大概很多人不知道 對耶 可能農業 你自己有種有機農業 你才知道有這條法律 對 因為這條法律裡面 他把有機的定義 還有我們認證的標準 甚至這個你使用的農藥或是肥料 都做得非常清楚的規定之後 日本政府覺得 OK 你有法律規定 那你的認證也夠嚴謹 所以我承認你的認證 台灣現在承認22個國家的有機認證 但是全世界只有日本現在承認我們的認證 但是 但是這是個好的開始 因為日本是一個對食安相對重視的國家 所以當其他國家看到日本承認之後 他也會覺得 日本都承認了 那我們是不是也考慮來跟台灣也可以談一下 當然我們的農政單位或是我們外交單位 但自己要努力去跟各國 因為現在有機 因為有機的商品它的單價是貴的 所以同樣的道理 當台灣的農民有機種植有機農業的 農作物的農民 他可以把他的產品外銷出去之後 我告訴大家 這個才叫做真正發大財 因為他的獲利會比一般的 第一個他在市場競爭少 第二個他的單價高 所以相對你的獲利 會比一般的農產品要來得再多一點點 這個才叫做真的發大財 可是韓國瑜一句發大財 大家都知道 你民進黨做到老冠 沒人知道 對啊 今天如果沒有年晃幫忙解釋 最主要都不知道 原來立法院通過了一個叫做 有機農業促進法 而且是今年5月就已經上路 那就從5月到現在一段時間了 所以日本認可我們 明年開始我們的有機農 就可以外銷到日本 我等一下稍後會讓民進黨代表 跟國民黨代表來回應 我想聽東豪哥怎麼說 從我們剛剛看到的 蘇貞昌跟柯枝恩兩個人 不是兩個人 是一群競選場面的畫面 他所傳達出來的訊息 是不是真的因為立委選戰 進入72天也緊鑼密鼓了 就以羅智鎮的板橋的選區 跟柯智恩再加上有一個網路紅人 一起出來 所以相形之下 因為一開始 我聽到蠻多人說 是否覺得柯智恩的選情是壓迫到了羅智鎮 但現在是不是感覺上 那個氛圍又有點變 因為這一區一定很亂 因為民眾黨的Z9 他這個是網路紅人 他其實的族群是很年輕的 而且他專業形象很好 柯智恩也是專業形象 可是柯智恩過去沒有經營過這一塊 他不分區轉戰區域 因為這種選區那麼小 你想想看一個板橋是切成兩塊 所以你必須要在基層要很紮實 那羅智鎮是因為已經連任過了 所以他在選連任 所以他本來基層就會變你搶 那這時候你任何地方 任何事情你都要去搶 所以柯智恩 正常來講這種場合 你不容易看到國民黨籍的立委 可是柯智恩很清楚就知道一定要強 就算沒票不會失分 不會失分 因為一起露臉了嘛 而且他位子很會站 我覺得他卡位政治學是蠻厲害的 對 柯智恩是交傳播的 如果你不知道他是國民黨的部份區立委 你搞不好以為他是民進黨的 如果你對他不是太注意的話 因為那個卡位子卡得很漂亮 可是你就告訴你說寸土必真 你看到那個卡位子卡得很講一句話 他對原來的自責會因為這樣不投科之爭嗎 國民黨的不會 會 中間選民可能這樣子對他就有個印象 因為蘇貞昌本身是有話題的人 他就卡到一次機會 你就可以知道他拚得多 他很拚 那為什麼那麼拚 如果說歷久這樣子的一個參選 是削弱了羅智鎮的話 他的選法應該會不一樣 所以你在看這一局 因為那個你知道 30萬票的地方是很緊張的地方 所以新北市立委 肥只要犯錯一點點 誰就掛掉 肥如果你可以多得分一點 你可能你的機會就多了很多 所以這一場又是全台灣席次最多的地方 新北到年底投票那一天 這個地方一定是最難分析的 因為這個過程裡面 就看誰 太多的變數 對 就看誰做對事情 你每做對一件事情就加一點分 每做對一件事情就加一點分 民進黨就是這樣 你要不斷地加分 你要不斷地做對事情 累積出來之後就是一個整體印象 就是你必須讓人家覺得 我今天投你這一票不勉強 我投你這一票是因為 我相信你會比韓國瑜還好 我投你投的可以啦 應該不會必 那剛剛年晃提到的這個就是說 韓國瑜現在以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支持度的部分 是變成是連擔心他能夠變成總統 都是快進四成 是 所以再來操作一次說 你投給誰誰誰 就是等於投給韓國瑜的時候 有好嗎 還是回過出來 韓國瑜要先破解人家對他的不信任 蔡英文總統跟韓國瑜市長 他們各有各的優缺點 韓市長最強的是他的嘴巴 對 可是前一段時間也是他的嘴巴 那他還有第二個就是說 我只能講 就是說他這種玩法史無前例 以後有沒有人可以複製他我也不知道 因為從來沒有人第一年就出來選總統的 就是第一任高雄市長沒有這種事情 那他確實是明星 然後他的散動力確實夠 那到底一般的人會不會這樣子接受 無前例可考 但是因為他前一波的民調實在太低了 所以他一定會反彈 因為現在是PK賽 就是說PK賽還有七十幾天 就是說反彈的動力跟原因是什麼 比如說含淚含血的人要回來了 又或者是說大家可以意識到 他只要把原來國民黨的支持者召喚回來 只要讓藍軍的人全部歸位 他都不會那麼低 他現在是低於國民黨 那所以他 他召喚的方法是什麼 表現出國民黨該有的樣子 就是說用筆筑那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他就是讓你覺得看到民進黨就討厭 白白胖胖 對啊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他一定是攻擊 他一定是攻擊 那這些攻擊一定 就是目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喚醒那個討厭民進黨 因為現在大家的印象這一波是討厭韓國瑜 那討厭韓國瑜 結果韓國瑜就會低於國民黨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新聞是 韓國瑜這一週其實持續 大概就是主要待在雲林 他回房的是什麼呢 是李嘉芬的娘家 也就是他的大本營 要來搶農業大縣的選票 可是他下午 他不是去參加了這個豆皮的座談會 剛剛我們還講到這個 因為豆皮 他要大家改變飲食習慣嗎 大家關注到的是張索文的姊姊 也就是農會的總幹事張鈺萱卻缺席了 大家都說這個擁有雄厚實力的 這個農會總幹事為什麼缺席了呢 是不是也對韓國有一些猶豫 我們先來看這個報導 韓東算喊得稀稀落落 韓國瑜到場人氣不如一望 就連跟農民第一線面對面也沒誠意 現場開放農民提問 但問到一半先是被打斷 接著交由張立善來回答 韓國瑜只是補充自己若選上總統 將會配合辦理 整場農業座談會由鄉長來主持 至此時間從頭到尾只提農產品銷售 完全沒Q韓國瑜 楊桃 豆皮 蒜金 雲林在地農產品擺了整桌 都來到刺同了 照理說力推農產的農會應該大力相挺 但總幹事張鈺萱卻缺席 來顛覆整個黃豆的飲食文化 刺同的加工 紅豆加工廠 大概占了全台灣的70% 張鈺萱熟悉行銷 不管是販售農產品 還是拍攝空子月曆一炮而紅 都讓刺同農產名號響叮噹 爸爸張鈺萱是水利系統出身 弟弟張壽文則是親民黨團主任 他之前還曾跟小英同框 全家在雲林擁有權厚實力 梅主席是否也象徵 給想搶農民票的韓國瑜 一顆軟釘子 總幹事張鈺萱沒有來 會不會擔心 誰 張鈺萱 農會的總幹事 是連人家是誰都沒搞清楚 還是裝傻必達 韓市長空話連發承諾沒保障 農民通通看在眼裡 也讓人聯想的農會總幹事 是否用缺席來抗議 陳雪里維廷 曹生章 周樹君 愛情局小組 雲林報導 不只是回房農業大本營 就是雲林 沒有看到這位農業總幹事 張鈺萱 當然她是張碩文的姐姐 我們看到的 是不是韓流現在變韓溫 包括幾位國民黨的候選人 當時在選議員的時候 跟韓國瑜都感情不錯 但現在放上的海報 都是自己來 所以魯委員這是不是真的有一個 就是必須要跟韓國瑜切割的狀況呢 當然我們現在主持人舉出來說 這幾位是沒有跟韓國瑜掛的 可是跟韓國瑜掛的也很多 像我到很多地區去 我看到很多都掛 那現在很多的候選人 他的一些總部都在成立 那成立都有邀請韓國瑜去 而且他們的總部成立 大部分都是用韓國瑜跟候選人 本身的聯合競選總部成立 因為現在國民黨裡面 因為我也要去駐獎跑了很多場 我到現在為止我跑那麼多場 我都還沒有看到有一個人 他的總部是他自己一個人成立的 都是跟韓國瑜的競選總部 聯合競選總部成立 他門口的大看板都是掛他跟韓國瑜 所以你說用少數 少數幾個 還是說高雄比較指標一點 沒有 因為現在還沒有 你看到總部的成立的時候 有沒有跟韓國瑜掛 有時候當然你現在還沒有進入選舉局 其實有時候你跟韓國瑜掛 那變成一個鏡檢的看板 其實現在是 以嚴格來講的話 這是不合法的 像有些人他跟韓國瑜掛了以後 就被拆掉 這樣的話就有個候選人 大家說你怎麼跟韓國瑜掛的 把人家拿下來 是不是你看這些韓國瑜 後來我去問 才說那人家選舉的時候 你還沒有進入 你怎麼可以這樣呢 其實我們剛剛談到說 柯智恩他好像在 好像感覺到說 好像他就在趁著蘇貞昌 其實我是認為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它是一個重大的政策 也就是說是供水 那那個在柯智恩的選舉裡面 那你說這麼大的政策 這麼大的利多 那他們在立法院也有幫忙爭取 幫忙做事的話 那他當然他一定要出來 告訴選民說 這個政策也有參謀到 那你今天我們把它轉回來 假如今天是國民黨執政 那今天不管說 說是國民黨的行政院長 到那個地方去宣布說 我這個利多 那民進黨的人會不會站出來 也是會站出來 那有時候說他很會長角度 有時候我們知道 雙家人知道 不是說你要站在哪一輪就哪一輪 有時候大家一起進去 進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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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自己會看到 我怎麼站在這裡 剛才站在這裡 站在這裡怎麼這麼好 但是我明明很好 放一個人而已 不知道從哪裡去 所以你覺得要站在鏡頭的一個藝術就對了 所以也不是說站在鏡頭 有時候說你用金 用金金的我們去旁邊 所以你說用這樣的一個畫面 就要講說是克志恩在撐蘇貞昌 其實我覺得也不必 而且選舉絕對不是因為說 你去站在什麼人的旁邊 這樣你就摔得住 那雲林呢 張索恩的這個沒有 因為張索恩 有沒有一點親民黨跟國民黨之間的不合 因為其實親民黨跟國民黨 早就已經有分道揚鑣 那因為以前宋楚也出來跟國民黨 一起馬英九競選過總統 所以現在其實我的了解也沒有 大家只是友軍 那也沒有做特別特別的聯絡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外面一直在傳說 宋楚瑜到底要不要參選 所以在宋楚瑜還沒有參選 未明之下 那宋楚瑜底下的那些人 也不可能說去幫助其他黨的人 所以今天你說張索恩的姐姐 甚至張索恩的妹妹 她沒有出去 其實我是覺得很正當的 這是一個人情 好啊 差不多一下休息一下廣告回來 帶你來看一個最新的畫面 就是高雄市議會現在爆發了 嚴重的肢體衝突 歡迎回到前進新台灣 來關注這個高雄市議會最新的訊息 就是剛剛稍早之前 高雄市議會藍綠議員 發生了嚴重的肢體衝突 聯繫給記者補負先 可以看到現在在高雄市議會的議場主席臺上呢 是議團亂 國民黨及民進黨議員呢 是推擠成議團要搶佔這個主席臺 爆發了好幾波的衝突跟拉扯 現在可以看到呢 目前為了搶佔這個主席臺呢 國民黨的議員呢 是往前推擠前面的一排民進黨議員呢 雙方都各舉著牌子大喊著口號 民進黨是喊沒有市長沒有預算沒有交付 而國民黨呢則是喊著交付預算書 現在呢副議長陸主美也是要 全當中間人希望來到這個主席臺呢 平息雙方之間的糾紛然後來順利的開會 但是呢糾紛跟拉扯都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在剛剛的推擠呢 也是有議員因此受傷了國民黨的議員 劉德林在推擠中撞到了桌角 頭部流血已經被送醫 以及民進黨的議員林婉容 在推擠中也是撞到了後腦勺 現在被俯往旁邊休息 可以看到現在主席臺上 推擠又再度爆發了 民進黨的議員想要上台 被國民黨的議員呢往下壓 來看一下現場的情形 可以看到現在在推擠呢 是包含民進黨的議員林志宏 以及國民黨的曾俊傑 他們都在主席臺的後方呢 為了搶占這個主席臺 在互相推擠 現在易士錘呢也是在右邊呢 被國民黨黨的議員搶來搶去 雙方都不肯罷休 而現在呢議長陸淑梅打算要到主席臺中間 來敲議槌也是一直的不停被兩邊來阻擋 而在剛剛呢已經有議員因為推擠受傷了 目前這就是在高雄市議場的最新情形 而這個推擠呢可能還會再持續下去 因為目前雙方都還沒有要離開現場的意思 現在可以看到呢 這個議士錘呢 又在這個主持臺上被堆來都去 雙方搶奪著一團看一下現場的情形 小心 有你嗎 你嘛 有 лич lá 甚麼 好 本席宣布开会开始 就在一片混乱之中呢 副议长陆淑美主席的身份宣布开会开始 可是看到现场的清新 根本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总预算的审查 双方议员都还在主席台上互相拉扯跟推挤 现在呢 意识锤已经敲下去了 就算是宣布开会 但陆淑美还是在当中跟彼此的议员产生了拉扯 其实目前呢 已经动用了这个警察权 刚刚副议长陆淑美要求警察拉开双方的议员 但是呢 可以看到主席台上 目前议员还是都没有人要离开持续占领当中 以上就是在高雄市议会一场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好 我们谢谢辅仙为我们带来最新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市长认为说请假不再 这个1400亿的高雄市议会的预算 难道就还在乎过过吗 因为我们现在来看到 我刚刚稍微查了一下Google上面的资讯 就是目前为止高雄市议会 国民党是占有优势的 国民党32席 那么民党只有25席 那加上其他的时代力量等等 这人数上面是差了十几席 大家刚刚看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现场其实小熊也是台北市议员 你怎么来看就是你怎么去想说一份预算 这个市长编的 他不审 他就请假去了 结果AIT的末件来的时候 他可以说我穿新衣 我来这个休假 这个休假半天我回来见面 但是1400万 攸关的所有高雄市民钱怎么花 各位怎么花 你不会等啊 然后就让你现在这样继续乱 其实我们不太愿意看到这个画面 我不知道谁造成韩国瑜 理论上他今年是他正式上任市长之后 第一次编自己的预算 因为今年预算是上一届市长编的 所以今年这个预算对他来讲 未来市政的破坏 第一次他变运算 他应该有义务到议会来进行报告跟说明 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 我刚才来节目之前 有一个友台的记者来电话给我说 韩国瑜说离去 他说现在两个总统候选人 只有一个差别 一个就是一个有领薪水 一个没领薪水 天啊 你应该好好做好 你高雄市长的工作啊 你不觉得高雄市民先做 拜托市长我预付薪水给你 拜托你回来 对啊这非常奇怪啊 我们应该发行过全民 不然我们现在请你来拿薪水 拜托你回来 你本来就是应该做高雄市长的工作 你好好做 大家付给你薪水应该的嘛 你现在不好好做还要薪水 这是哪一国的逻辑 搞不清楚整逻辑怎么样 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底下 其实应该让高雄市民非常清楚 对于韩国瑜他第一次正式编练 属于他自己的预算 他应该要非常负责任的去面对 议会的质询 就是论事嘛 对 那坦白讲他如果把市政搞好 他当时也这样讲啊 如果把高雄市长搞好 我选总统就有机会嘛 对 所以你现在连市政 气势正于不顾 那选举到处又乱讲话 所以我们不知道说 哪一个才是真的的韩国瑜 到底是那个 看是韩市长 现在当然还是叫韩市长啊 那其实应该叫韩先生 因为反正他现在还比较执行 这个市长的职务啊 那以后也不用选市长 因为选副市长就好了 因为反正市长会请假选总统嘛 我觉得不应该让这个事情 成为台湾的一个常态 这样的政治的话其实太不可取了 好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高雄市议会的最新的画面 那么由于这个1400亿的预算 攸关着接下来 未来这一年当中 高雄市民的建设要花在什么地方 重点要花在什么地方 去年韩国瑜告诉大家 要带高雄人发大财 但是呢 现在拍拍屁股说我要选总统 当了总统高雄人才有机会 跟着发大财 这样有道理吗 那么随着这个铃声响起 我想要问的是博文 现在他们这样的状况 你刚刚说历史总会重演 那所以说现在的情形 它会后续会怎么演变 我们看到叶框石现在离开了 我想在这个之前 上一次这个新北市议会 也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过倒是没有激烈 我觉得高雄市议会这次的 这个意志冲突跟攻防 可能更加激烈 因为大家知道就说 刚刚这个小龙也有稍微提到 我们之前在审认预算过程中 虽然朱立伦离席 可是至少那还是很多还是延续性的 这个是他韩国瑜 他刚上任第一次编的预算 那坦白讲你真的没有 不然你至少说好我总预算 我来审查第一天 至少我负责任的市长先回来 我先针对总预算 做一个总体的报告 总体报告然后让当天 让议员问到把问到满之后 你隔天如果说后续的分组审查 你市长再离席好不好 那问题是他今天是连那个 总体的报告他都没有 我举例来讲 因为高雄市政我比较不熟 我以新北市政来讲 大家就知道这多离谱 例如说我举例来说 新北市我们那个系指民生线 跟这个系指民生线 已经延宕多久了 可是我们每一年还是照样说 要评估然后要规划要去做 那请问你你今年的预算 市长要不要做 系指民生线到底要不要做 要做如果台北市不愿意配合 我们新北市要不要自己先做 这一段我们先把它做起来 或者把它改成轻轨 这都是重大的一个政策 这个不是说我今天夜匡时 我可以在这边替韩国语回答 没有人有办法替他回答 这种重大政策的决定 要负政治责任行政责任 一定是要市长做决定 那我请问你 我今天是议会议员 我要审查预算的时候 我问没人 我请问你这个 所以这个预算 我今天非常同情高雄市议员 为什么 我不可能为这种预算 去空白背书 因为这个预算到最后通过 是你新 这个高雄市议会背书通过的 那如果这里面 有很多是你觉得很扯 或者觉得达不到 或者是虚边伏边浪费 当然要揪出来 那谁负责 找不到人负责 今天状况就是如此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继续讨论 高雄市议会 因为韩国瑜请假 刚刚爆发了 蓝绿颜之间的严重冲突 随时有最新的情况 我们带你了解 因为目前是 休息十分钟的状态 另外一个最新的讯息 提供给您 是刚刚我们聊到 就是云林农会的张玉轩 张宋的哥哥 那么跟韩国瑜 对云林的姐姐 两个人在云林的时候 没有碰到面 跟韩国瑜没有碰到面 刚刚呢 当事人有来跟我们澄清啦 他是桑天跟农粮鼠 有一个会议 是香蕉盛产 已经很早已经就约好的 所以我们节目很公正 这个当事人来澄清 我们就告诉大家 那么讲到这个选举 选战的部分呢 今天晚报 大家都要来抢年轻票咯 韩国瑜要邀青年 来加强对话 而蔡英文今天推了 游戏版的游戏 什么游戏呢 明天要开张 我们现场有这个发言人 等一下请他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是设定三年二班 我们先来看蔡英文的游戏 到底怎么样 跟年轻人 以及跟一般民众 来报告 依世界奇幻冒险 你以为动漫游戏 新上线 30秒短片 10万点阅 等等一闪击过的角色 似曾相似 尤其出现好几次的短发 燕静妹 我觉得是谁 做这个的话 蔡英文 戴眼镜 然后短头发 守护民主超Q辣台妹 带你总统府闯关 想到下一关吗 得动动滑鼠 回答问题 才能获得隐藏角色 兼告诉你基本薪资 等等年轻人相关政策 当初YouTuber 志祺七七提案 谁知道小英 一句说OK 都是会有点吓一跳 因为会觉得说 这个真的不是一般的人 会接受的东西 尤其在一个这么高层级的 就连沟通形象 都用搞笑开场 在第二次见到我的时候 他就开始关心 自己好像变胖了 然后他甚至会关心 我的饮食状况 然后之后 一直想要喂我吃一些 他很喜欢吃的东西 过去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张统他在 大家的形象 是比较无聊的一个人 无趣的一个人 但其实实际上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 小英本人 这一关不是动漫宣传片 最大考验 谁也没想到 制作四个月 最难竟然是他 那个 是陈其迈 是陈其迈 为什么 都公布答案 还反问 真的吗 原来陈其迈 脸圆圆 肚子圆圆 好在抱着陈小米 才认出主人是谁 这回推出的宣传方式 很前卫 但正对18到35岁 这年龄区间的位 就是会想多花一点时间看 因为并是比较新的东西 学生手头组 看完预告 也想回去点来玩玩看 不怕角色认不出 苏联昌在这里 跟你说今年的税怎么省 拉台妹这眼神 确保年轻学民 参与政治 懂我的政策 三连新闻隔子缸 陈家文代表报道 小鹰的生活日常 所以我想问现场发言人 看了这个画面真的很漂亮 虽然刚刚那个陈其迈 那个很尴尬 有人还反问 我们在记者说为什么 帮一只猫 那到底这个游戏 它结合了动画 结合了一些 声光音小科技 但是最主要传达的是什么 为什么是三年二班 对 刚才我来路上的时间 也有记者问我 说你们最近有没有办 那个大型造势 然后群众场 我说现在选举的方式 不太一样 过去你可能用传统动员 然后大家热闹 然后觉得算记得可以完成 这样不是 要多过多元的方式 来进行相关选举的工作 这就其中一样 那刚才有几个来宾也提到说 其实这个政绩很重要 那要怎么讲 你是这样石板板的 政练宣导 没有要听 所以我们这个游戏 其实是结合了我们的政绩 所以年轻人到里面之后就 一方面玩这个游戏 一方面也让政绩可以凸显 所以刚才问 为什么三年二班 三年二成 二四连任 所以当然有下隐含 那希望说 透过这个比较轻松的方式 让我们的这个网友 或者好朋友们 可以来玩 不过里面刚才这个记者提到说 好像针对18到35 没有啦 我们在座位都可以玩 所以说 不是有年龄限制 为什么我们每一个登录的都要说 我18岁 其实我有时候问过 其实它的游戏 其实没有很难 它是一个过关游戏 过关游戏 然后一关一关过 一关一关的了解 这三年来 就是蔡英文政府做了哪些事 那因为这里面的人物 设计非常吸睛 其实是一群 这个年轻的团队 跟我们的年轻的幕僚 共同讨论出来的 那大家也觉得说 这样可以让很多朋友可以加入 然后认识我们的政绩 让这个真的执政要有感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我想应该会吸取大家很多的眼球 好 所以刚刚年华哥有特别讲了 民进党其实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 不能把整个节奏交到对手的手上 对 民进党以前不是这样打选战的 那像推出这样的 刚刚一讲到说是设定18岁到35岁 年华哥立刻说 这样有年龄歧视吗 对了 巧贵35岁很有准 不过我是建议小熊 就是说你刚刚讲是过关 应该设计一个 就是说如果全部关都闯过之后 有什么 神秘小礼物 神秘小礼物 神秘来相见 或是有彩蛋之类的 对对对 里面有彩蛋 有彩蛋 没讲到最重点的 我记得好像有十几个彩蛋 有这么多 对 那大家去体会自己去找 不能讲 当然不能讲 这样卖关子 去玩过之后才晓得 有十几个可以先讲一个 看我们节目的优惠 那一定要卖关子的 一定要卖关子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一种另类文宣 因为其实文宣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你要让你的选民 就是你诉求的对象 愿意亲近 是 的确 小熊讲的没错 你现在在发那个什么面子 或者说这种传统的 纸本的文宣 大概拿一个就回收掉了 那这个至少我觉得 它达到一个效果 就是你愿意让人亲近 那亲近之后你就会想了解 而且其实我觉得 它在某一种 我的解读 这个游戏的本身 某一种程度来讲 就是小英过去三年的 一项很重要的政绩 就是台湾所谓的产业转型 跟文创产业 因为这里面其实很多东西 在创意面的东西当然在 可是它还有很多技术面 包含做动画的技术 动画技术其实是 是有一定门槛的 做动画技术 还有 你要把它做成一个游戏 有相关的电脑的硬体 跟软体的相关的人才 你要能够搭配 你才有办法把它做成一个游戏 这个其实也都是过去 我们在台湾比较少看到的 这算是一个 本身是一个政绩的呈现 然后又利用这个小游戏 来在里面凸显更多的政绩 那如果说因为从他当时 推出这个抢先版的时候 就引起蛮高的讨论程度 今天因为现在已经过三点两分了 已经正式退出了 应该会蛮多人想上去看看的 好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带你来看的就是呢 韩国瑜的韩粉出征 那么现在蔡清云他们决定提告 而刚刚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特别聊到有关于 韩国瑜曾经把酒瓶打破 然后要刺穿 这个要叫去刺人的 现在东豪哥刚刚一个媒体的最新讯息 好像可能要被告了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是不是应该要让当事人现身说法一下呢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一个最新的消息要提供给大家 也要直接念给东豪哥听 因为刚刚他就在我们节目当中讲了 韩国瑜用酒瓶刺破人 这个在北农的往事 而且是当时的北农董事长告诉东豪的 刚刚有媒体问了韩国瑜 韩国瑜说他已经违请律师 要提告陈东豪 那么他的说法是说呢 现在抹黑一抹二黄三花四白 我从小到大没有打破酒瓶刺人 陈东豪先生也认识 为何不查证 然后韩说已经违请律师准备提告 他并指抹黑抹黄抹红抹白 要有限度知识分子 媚者良心能安心吗 来这个知识分子的陈东豪先生 我好像真的在节目当中 不应该让你再讲一次 是不是因为我们节目 这没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讲话自己要负责任 不过来先提醒韩国瑜韩市长 一黑二黄三花四白 对于我们这种当过兵的 那时候两年一的人来讲 很容易产生这个 联想到那种伤害动物的事情 所以这个话 讲话要小心 有时候使用顺口味要小心一点 是 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你要保护动物的观念 对 好 这第一个提醒 第二个 因为我们既然对人家做出 做出这样的批评跟陈述嘛 嗯 那既然今天要面对司法 韩国瑜市长要提告 然后我们就 准备 一定要尊重 这是人家的权利 那所有的一切就法庭嘛 就法庭上在说 那所有的事情应该可受公平 但是我只一句话啦 嗯 最后一句话就是送给韩国瑜韩市长 我还是想问 嗯 当年在北农 那算不算吃香喝啦 哦 算不算吃香喝啦 来 年黄哥 嗯 面对这个感觉上 另一波的法律战 要在升起 韩国瑜很选择的事都是 直接跟媒体开战 这对他来讲 真的是加分吗 当然不是 东豪哥的这个事情是 他刚刚都把人证都讲出来 没关系 这是他的权利 哦 他的权利 就像这个 这是我律师讲的嘛 法律人 法律结局 对 东豪是比较客气啦 如果这种事情 在有人证的情况之下 你去告我的话 我绝对反告你诬告 哦 要法律 就法律人 虽然我不是法律人 但是我们也可以法律见嘛 是 就是你当然提告是你的权利 但是我要不要反告诬告 那也是我的权利 嗯 可是我觉得韩国瑜就选举的 政治操作来讲 这是一个很蠢的做法 你在选前 你把大多数的媒体都告一遍了 都告一轮了 那请问你想得到什么样的效果 你觉得这些被你告的人会 从此害怕到不讲话吗 不可能的嘛 那只会得到一个反效果嘛 我到底不是说他们会夹怨爆破 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你告我 我亲戚当然也没努力了 那我对你怎么会讲得出好话呢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我不晓得谁跟他建议的 这个做法其实很明 对选举来讲是很不好的做法 其实是很不聪明的做法 但是他好像坚持要这样子做 我们也只能尊重啦 也不能说到 因为